如果一个挂位同时有刻出和深入的物品 这样会加强挂位还是可能物极必反的效果 如何判断刻出和深出的物品的五行之强弱呢? 如果有深入刻出是好事 基本上如果有深入还有刻出的话 这是一种柴位 而且是非常有力道的柴位 因为它不仅仅是刻出 那么这时候你说如果我要判断一个物品 它到底它的真能量有多强 对吗?那我是这样子说吧 其实你不好判断 但是如果说给你一个大方向来看的话 任何太多一整间家 如果说太多的比如说全部是金像的话 那这时候带出金就太多了 那如果全部是木像的话 就木就太多了 好比在上过课时我给你们提过一个例子 我就曾经写出一间风水 那么就是它的家摆设了很多公鸡的画像 而且非常大幅的一幅画 而且这个单单一个客厅 当然这个客厅非常大 但是这些画也非常的大 那也吊着悬挂着很多公鸡的油画的像 所以鸡嘛 对不对?为油 油为金 所以这时候呢 它会刻着一个木的 那这空间里面有太多的鸡的话呢 带出太多的金了 所以这时候它会对这个所谓的空间给影响 而我们就说 这金就太旺了 金就太多了 OK?这是其中一个看法 所以自己要去评估一下 任何的五行如果说呈现的太过多的话 这时候就叫做过旺了 好,顺便提一下就是 这个其实五行呢 不怕弱 OK?五行怕旺 太旺 好来,下个问题 我家住九楼 坐北朝南 梨挂正对面 有间四楼高的废墟旧学校 白天阳光普照 晚上呢就有一点 四年前我在走投无路之下 仓促的买这间房子 应验了老师所说的什么命 买什么样的房子 还有老师的对面空屋的遭遇 也令我感到很心不安 请问我在梨挂种植盆栽 挂灯室和放盐灯 是否能改善这方面的遗憾呢? 我这样子来解答吧 空就是虚 虚就是没有 那么呢 任何的空 将会把石给化掉 也因此呢 就不踏实 所以我们在看一个物像的时候呢 这时候 比如说因为像树问题嘛 对不对 有像必有树 有树就是一个结果啦 所以呢 这样的像带出了一种这样的树 我们怎么去化解一种这样的像呢? 我们必须要把它给填实 也就是说 在你的这个 既然说南方有这个空屋的话呢 那么有一个空巷吧 这样子说 你必须要把这个梨挂放了给填实 填实当然要用那些 能够去升附这个梨挂的物品 能够去加强这个梨挂的这个物品 不管是形象也好 五星也好 都要有东西在这个挂位 来强化填实这个挂 这是一种做法 好 那么刚才呢 这个问题说 他想去加强这个梨挂 同时他有提到那个盐灯的问题 对不对 其他的都对 他可以放这个盆栽 他可以种植物品 这个植物在这地方 但是盐灯不要 问题什么 虽然说盐灯是灯 但是它是盐灯 那盐灯的话 盐本身呢 它是属水 属水 所以呢 我们不要去用任何有水像的那个所谓的物品 摆在一个梨挂方 梨挂是火啊 那么这时候有水来嗑的话 其实是不好啊 所以尽管说灯 灯是火 比望这个梨挂 没错 但是同时呢 比望之余呢 还有压力 所以你一直背负着一定的那个所谓的压力责任存在 所以呢 如何去让自己更加舒服的 那个来能够去享受到这份能量呢 就是不要有太多的矛盾冲突 在你的摆设里头 所以我建议什么呢 你直接去买那个灯饰来摆 不要去摆盐灯 OK 盐灯可以摆在哪里呢 梗挂方啊 昆挂方啊 好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了 这期就问了 OK Great 好 所以这一期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吧 那希望说呢 对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的朋友呢 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记得 那么要多多去研究 那么多多去思考 那么我们有意问答 一样的 都是一下来 都是在支援着大家 上过命运的朋友 对不对 那命运呢 这个课程呢 是我们的这个入门课 所以呢 也很开心 大家能够把那个问题提出来 让我直接来回答你们 那么记得 有什么问题呢 记进来 让我们知道 那么呢 从中呢 我团队呢 将会筛选出来 那么我就会在这里呢 替你们来做这解答 希望这一期 所回答的问题呢 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么 我会在这里的期待 好吗 我会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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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 我会在这里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